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僧在研究后 转世回来了 关键是 他们都是以圆满的人生转世回来 也获得认证 尤其是获得打赖尊者的认证 好比说自尊自将仁波切 即打赖尊者本身的父亲师 这位大师是一位伟大博学的佛教上师 他狂红 选密教靶 特别是多杰雄灯的修持 他也以圆满的人生转世回来了 还有许多大师也是如此 比如Song Rinpoche 也是被打赖尊者本身所认证 班长大师 瑞士的格西拉登 科盘寺的喇玛 耶洗等上师 都是修多杰雄灯护法的 这些大师不仅自己修多杰雄灯 也狂红这个修持法 他们都以圆满的人生转世回来了 而不是投身恶趣 而且若按照西藏硫磺政府的说法 那些转世回来的多杰雄灯上师 特别是那些被打赖尊者 亲自认真的转世 他们到底是谁 那些上师前世既然是修多杰雄灯的 他们到圆祭前都是修多杰雄灯的 那为什么他们还能以人生转世回来 而且还是回来继承全世的红法立身之宴 甚至获得达赖尊者的认证 再来 西藏硫磺政府也承认 桑仁波杰和托摩克西仁波杰的前世 众所周知 这两位大师一辈子都修多杰雄灯护法 按照西藏硫磺政府的逻辑和说法 为什么他们要去认证 应该已经投身三二七的人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们再进一步地说 如果修多杰雄灯的人都会投身三二去 那么每一个过气和现在修多杰雄灯的上师 都不会转世回来了 不是吗 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威言颂听 除了以上所述的上师 以下这些上师也是修多杰雄灯护法的 从中我们就能发现 一众高僧大德对多杰雄灯的信心 而且也能证明这个修持不会让人投身三二去 毕竟这些高僧大德和上师 不可能会做如此不明知的选择 他们就包括 这些高僧大德对多杰雄灯护法的信心 也能证明 这些高僧大德对多杰雄灯护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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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多更多的大师 这些大师难道都是做错误的判断 错误的选择 甚至还误人子弟 狂红恶鬼 邪灯的法门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这些大师都尽高增量 有高学问能辨经懂活理的人 怎么可能会被一个恶鬼邪灵所欺骗呢 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修多杰雄灯的上师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不与严满的人生转世 回来 继续他们述时的同法立生自愿 而西藏硫黄政府认证 修多杰雄灯上师的转世的几栋 实实在在说明了他们 自相矛盾 或是逻辑 说修多杰雄灯护法会投身上恶气 只是为了恐吓人们 子人们对这个护法有诸多的误解 从而达到分裂藏人 分而置之的目的 我恳请大家 以逻辑和历史 来看待多杰雄灯所面对的各种指控 这样才能理性地看清楚 现有各种的矛盾 也更能体现出真正的佛教精神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